但花疗阻,花疗阻力加上中药的养藝解脂以后,就明显提高 这个可以让大家看到,花疗阻度有降低,花疗阻力加中药的分子有明显提高 因为这样,雪氢肥有机会小型的水平变化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是正常的球晶进行的成练,它是53%正常的VCF的水平 那么,当非小于没有非癌,就明显高,是195% 159%就明显高于正常的,我们进行的检查 那么,非癌治疗以后,对前妇的变化,从这里来看,三组,中药组,化疗组,和化疗叫中药组治疗以后,这三组危险复指标都比治疗前有危险的降低,其中,以化疗叫中药组降低,比较明显,推出小于0.0.0 除了治疗以后呢,SCT44V6水平的变化 从这里来看,中药组,或者化疗组,治疗以后明显的降低,化疗组没有什么降低 中药叫化疗以后的降低比较明显,有有关于 从另外的我们再看,维加福,SCT44V6和生存期的有什么关系 从这里来看,维加福降低的,它生存率就明显挺高,是298天 那么如果维加福升高的,它生存率就不高,不高 从这里我们再看,这个是中药组,这个是化疗组,这个是化疗组 这个是化疗加中药组,来看,这个中药组这样以后,生存率明显挺高 化疗组的就是提高的不平显,如果加了中药以后的化疗加中药以后呢,它这个生存率就明显挺高 这里我们再看,这个是化疗组,化疗组,化疗组 化疗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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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组 化疗组 化疗组,化疗组 化疗组 化疗组 这个是苏佛211,自然质疗组 化疗组 它的生存率是365 明显提高 如果是升高的 那么它的生存率 生存期就明显地降低 最后我们小见一下 一新亚烟解毒荒是要非常非常有稳定 和输小 并造 提高中位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作用 另外一新亚烟解毒荒能够改善 非常重要的肺癌免用功能增强硬核心 上调C3和CD4和白色分线是二水平 可以下调免用 因此的SIRR通的就CD4的表达 另外一新亚烟解毒荒能够降低 所以肺小的肺癌方在维1GF和CD4 V6和SIRR211的表达 所以另外一新亚烟方 我们说是从它多瓦解 多瓦解 多瓦解 来治疗肺小的肺癌 肺癌治疗以后生存期的延长 或许清 维1GF和SIRR211的水平和SD4 V6的降低和相关的 动态观察它的变化 可以作为评价肺癌治疗效果 好肺癌后的重要指標 准备研究一些鬼 送医护症化 区癌治疗肿瘤 治疗肿瘤 提供了新的高确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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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我问 我问 重的问题 这个 你选的病人 不是两虚的病人 是不是 还是 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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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西方的阶级,但是你用中方的阶级,中方的阶级,都是酸虚,就是两虚。 这个中央的阶级是在七一两虚的,现在你辞掉以后,是不是还是虚呢? 然后这个虚跟它的痛过有什么关系?还有这个虚跟你的马克有什么关系? 这样以后,这些七一两虚的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大概的改善率大概72%左右。 这个症状的改善,大概有效率大概72%。 这个症状的改善跟它的存活率的关系,还有症状的改善跟你的马克的关系,有没有做过? 这个症状的改善和生存区是有明显的关系的。因为和生存质量,和KPS的提高和稳定是有明显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你中医里的那个根据的一条很明显的一个。 更重要的是,你的马克是不是可以reflect两虚的情况?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症状方面,这个改善方面的一些症状,还能够像一个变化。 这方面,我们今天报告的反对没有。 Thank you.